你現在收睇的土豪TV廣東話台 想聽普通話的朋友可以在本台的feature channel內 找到普通話頻道的連接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麥爾本最貴的華人區 波榮 波榮的公立中學 也是全麥爾本最強的公立中學 我會介紹這個區的生活機能 學校 交通 房價及投資回報等 這個最貴的華人區 波榮到底有多強 歡迎收看土豪TV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波榮位於麥爾本的東面 距離市中心大概10公里 波榮是屬於麥爾本傳統的富人區 波榮的地位比我之前所介紹的華人區都要高 而且不單是房價高那麼簡單 因為波榮是屬於麥爾本十大富人區之一 地位相當於港島區的跑馬地 排第一位是1803集介紹過的Toron Toron 也是麥爾本唯一 可以打入全澳洲前十名的區 其他的區都在Sidney 波榮周邊全部都是好區 包括Sori Hill Camberwell 波榮 這些都是麥爾本前20名的區 波榮可以再細分為Boeing 以及Boeing North 是有分別的 我遲些會詳細講解這兩個區到底有什麼分別 生活機能方面 這個區跟其他華人區比較的話 最大的特色就是中西合璧 為什麼我這麼說 因為10分鐘車程不到 可以到達麥爾本最大的華人區 波榮 在波榮買菜真的很方便 1807集有詳細介紹 12分鐘可以到達Westfield Doncaster購物中心 還未完 波榮的區內 以及周邊的荷房Camberwell 有大量的西餐廳 20分鐘可以到達全澳洲最大的購物中心 Charleston 113集有介紹Charleston購物中心 即稱得上是要中有中 要西有西 中西合璧 生活機能相當便利 而且來市中心有近 但波榮跟其他富人區一樣 物價要比普通區貴少少 餐廳的平均收費 超市部分同類型產品的價格 要貴少少 但我相信有錢人是不會在乎這些事情 波榮本身是一個發展非常成熟的舊區 區內其他配套相當完善 包括有運動場所 公園 醫療診所等 一應俱全 交通方面 波榮是沒有火車的 但有多條巴士線通往市中心博銷 早前有觀眾提出 沒有火車站其實反而更好 他們認為火車站會令區內的人流變得更複雜 會損害區內的治安 這個理論是真是假 我是沒有辦法證實的 但波榮的治安的確不錯 犯罪率在維州處於一個低水平 主要的犯罪是針對有錢人的入屋行結 但這種情況不單止是波榮發生的 其實整個物議本都存在 由於維州的警察不落力 破案率低 加上目前澳洲法律對於這種 入屋行結的犯罪懲罰不足 加上經濟不好 亦都間接助長這類的犯罪 我曾經也都在波榮住了一年 我當時在波榮租了房間 當時波榮租房 是要比華人區便宜些 我的經驗是 但是波榮在上落班時段的交通 的確有點失失 因此我個人認為 波榮在交通上的確不如宇宙中心 Grant Waveley 人口方面 雖然說是華人區 華人佔的比例大約是兩成 比例不算多 因為除了華人之外 波榮也有不少意大利和希臘人 這些都是有錢的意大利和希臘人 作為物議本的十大庫人區之一 波榮的人口素質相當高 這是波榮和其他華人區 包括Grant Waveley的最大分別之一 大部分居民都是專業人士 管理層或老闆級別 這些都是社會精英高級知識分子 現在名門望族 我不是說其他華人區的素質差 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難理解 波榮的平均收入也相當高 要比維州的平均收入高出四成以上 十大庫人區絕對不是浪得虛名 波榮的平均收入 要比1.25集介紹過的Kiesburg 的越南人區的收入 足足高出一倍 而且這只是表面收入 因為有錢人會透過複雜的Test Planning 合法地去減低稅務 因此他們的實際收入 要比你想像中高很多 本台第58集 有簡單介紹 如何合法地減低稅務的方法 還沒訂閱的朋友快點訂閱 這裡有很多好東西 學校配套方面 這個絕對是波榮的強項之一 作為物以本最貴的華人區 波榮有不少優質的中小學 而其中最出名的波榮公立中學 是物以本最強的公立中學 波榮中學的排名 長期都是維州前50名 可以打給他前50名 是相當了不起的事 大家要知道 排在前100名的中學 絕大部分都被私校和精英中學所壟斷 不要說前50名 可以打給他前100名的公立中學 在物以本一隻手都數得完 就只有McKinnon Glan Waverley Box Hill High 以及East Doncaster 而波榮 High 是長年都排在這幾間公校之上 是屬於Bang1中的頂尖公校 當然波榮附近也有不少優質私校 但好像波榮這種級別的婦人區 仍然有不少父母會選擇送子女入讀私校 有觀眾可能會問 你不是有錢人是不會明白他們想些什麼的 他們送小孩去讀私校不單是為了成績 而是有其他的理由 首先他們認為私校的管教更加嚴格 學校的紀律更好 可以更好地培育教育他們的子女 另外由於私校的資源更加豐富 學校可以提供更好的學習環境 招聘更好的教師 這樣會對他們的小朋友的成長 學習提供更大的幫助 最後當然是同學的水平 以及人脈關係 大家要知道 不是每個人都有財力送小朋友去讀私校 私校的學生大部分都是有錢人 社會名流名門望族 高級管理層靜客 送自己的小朋友去讀私校 可以令到他們從小就打入社會上流的圈子 建立起自己的人脈關係 我們都是回來工校 反正我是沒有錢送我兩隻化骨龍去讀私校 大家看到的是 Boeing High 的校區網 School Zoom 這個校區是落於 Boeing 以及Boeing North 中間 小朋友在校區內居住 可以享受優先日讀資格 是不需要考試的 買或者租都可以的 這兩個區 到底有什麼分別呢? 至於Boeing North 的確靠北一點 Boeing 就沒那麼靠北一點 Boeing 就沒那麼靠北 你擠不擠東西的 這裡並有型 首先在位置上 Boeing North 的確靠北一點 而Boeing 是靠市中心多一點 其次是Boeing周邊的區更加好 特別是Surry Hill Hall Farm Campwell 這些都是前20名的富人區 我們看看房價 Boeing North 目前Hall's 房價中位數是190萬澳元 而Boeing的中位數是超過230萬澳元 足足貴了兩成 而Boeing 無論是買和租都要比Boeing North 貴 雖然兩個區都是屬於高需求的好區 但Boeing 更貴的原因是因為供應更加少 另外Boeing North 的區要比Boeing大 因此在供應上更加多 Boeing North 還要面對來自QEast 以及Doncaster 那邊的供應 那裡也有不少供應 因此Boeing 的價格要比Boeing North 更貴 Boeing 的價格更加硬 我不是說Boeing North 不好 我不是這個意思 Boeing 的房價在過去10年也升了一倍 Boeing 房價的表現在麥爾本 是屬於平均之上 近10年在麥爾本基本上沒有哪個區沒有升過 值得注意的是Boeing 無論是House 以及Unit 都升了不少 一般來說Unit 要比House 升得慢 這就說明三點 第一就是Boeing 的房價以及需求真的很硬 第二區內的Unit 走的是中高級路線 這種市場是不一樣的 第三代表的是這個區的供應真的有限 當你去Boeing 走一轉你就知道 區內的新樓大部分都是走豪華路線 我下一條影片就準備了一間走豪華路線的舊樓給大家 這種房型是之前從未介紹過給大家的 如果錢不是問題的話 從自住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會偏向於Boeing 多一點 因為未來無論是升值潛力 特別在供應方面 Boeing 會比Boeing North 更加欺貴 但Boeing North 其實都不差 只不過是Boeing 更加好的 在選擇位置上 盡量選擇校區往內 因為這間學校的實力真的很強 加上會有源源不絕的優質學生進入這間學校 因此在成績上 在可見的將來會比較有保證 這個真是有價有市的名校區 絕對不是浪得虛名 自住的話都是那句 如果錢不是問題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盡量買House 你不一定要買新House 其實舊House會更加保值 在這種等級區的House 供應真是買少見少的 投資回報租金方面 在扣除Land Tax、Council Way 以及其他費用之後 House的租金回報一點都不好看 估計連百分之一都不到 還未算銀行利息 租金回報差是華人區的其中一個特色之一 如果想有更好的租金回報 投資在優質的外國區 或者會是更好的選擇 Unit的租金回報會好一點 估計有百分之二 因此Boeing整體的投資回報 不算是特別吸引 跟Gran Wafley比較的話 Boeing這種傳統的富人區 散發了一種貴族的氣質 這個區的居民的素質 真的不是開玩笑 是屬於上流社會級別 Gran Wafley會帶給你更多的土耗味道 各有千秋 當然 如果錢不是問題的話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 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 Boeing 我的conclusion是 Boeing是中西合璧的富人區 公共交通可能不是特別好 但這只是其次 Boeing絕對是一個好區 區內擁有全麥爾本最強的公立中學 周邊都是好區 區內居民的素質極高 當然前提又有錢 這個區的房價真的不是開玩笑 House的價格 是有想入住校區的朋友 但Boeing在保值上 是沒有Boeing那麽好 今集就談到這裏 希望我的資訊可以幫到手 有什麽問題想問的歡迎留言 感謝收看土豪TV 我們下次見 拜拜